好,最後一節,我們收到最高的指令 不准overrun,放心,我說的話,在最後一節通常都可長可短 今天我想說兩件事,兩個電影作品 我當然先說和史提供有關那一個,不知道有沒有時間說 就是《復仇者聯盟》,叫什麼《終極之戰》還是什麼《最終一戰》 我真的不知道 我首先當然要問,因為我今天想說兩部電影 一部電影是未上的,就是《Avengers》 另一部電影是《輪落人》,我剛剛看完 我問史提供有沒有看過我? 他說沒有,然後《Avengers》說,我預約了星期六看 我心裡很誇張,我很少想,我是香港人看電影 通常是怎樣的,就是想看那一晚,你就去買票 你搞到要訂票,就已經是很隆重的事 怎麼會訂票的? 然後我問史提供,你為什麼會去看? 然後我說,我被迫 通常被迫只有一個可能,也不需要解釋 除了女子,我也想不到第二個原因 現在的重點是什麼呢? 就是為什麼我身邊突然間會多了很多這些我叫做《Marvel》 之前你已經知道,他訂票是在網上訂,還是去賣 當時我記得是4月24日,明天 就是做《Marvel》的首映 就是早上6點鐘,我身邊是知道,我認識10個人 是明天早上看6點鐘 神經病 我真的覺得神經病,6點鐘起床 我覺得他們6點鐘看是神經病 你星期六訂票看,你何嘗不是神經病 然後我問史提供,你記不記得上一集有沒有看過? 好像有,好像沒有 你連上一集都忘記了有沒有看? 你今集都要訂票看 這些就真的在我心目中同樣是神經病 是啊,因為我很奇怪,你不是考起我 我想回我上次看那一集 我有沒有睡覺都成問題 因為我本來是不喜歡看這些電影 當然,我現在不是用史提供做研究 我當然是用史提供的女兒來做研究 《Marvel》在我心目中第一件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popcorn movie 可以看我研究 你永遠都知道,一個好人一定勝利 你一定失敗 你不需要預測任何的劇情 然後他有很多劇情,就純粹賣明星 沒有什麼內容 都是找一些異能 當然,一些特劇可能很好看 但你不會覺得,嘩,很有內涵 他會令我有很多心靈上的提升 我看過這麼多一套的《Marvel》 我只覺得有兩套是真的有意思的 一套就是《美國隊長3》,《Civil War》 另一套就是《Deadpool》 只有這兩套,我覺得是有一點點的意思 我沒有看《Logan》,看不完 可能《Logan》也是這樣的 但問題是什麼呢? 一些可看可不看的popcorn movie 越拍越有 越拍越有,都是popcorn 因為100包popcorn,都是100popcorn 但不知道為什麼我身邊有很多人 現在變成了《Marvel》的粉絲 我什麼時候知道呢? 就是有一次我晚吃飯 然後無緣無故有一條說 哎,24日首映,排隊一定會通宵買票 然後我身邊有四、五條 都說,對呀,我也會去通宵買票 就算我那天買不到票 我一定要在那個星期之內看完 而且我會認識Facebook 不讓人家劇透 我心裡有什麼好劇透 我現在告訴你了 奸人一定會死 說完 有些會死,有些會死 死不死的原因是因為電影合約簽不簽到 那能夠繼續拍攝 不能繼續拍攝 然後又說,你為什麼不認識Marvel 我要告訴你 我雖然不是一個Marvel的超級狂迷 但我曾經都有追過Marvel的漫畫 我有看Marvel Civil War 我有看Dark Wind 我有看Invasion 我加起來,我想看過千本Marvel 那不多 因為Marvel有以萬計 看一千本也不是什麼特別 但問題是什麼 我看一千本 我都不覺得Marvel的電影有什麼吸引 那為什麼一些 連漫畫都 不是說有些人看了漫畫 可能你覺得很有感情Marvel 那你就會愛及喜歡電影 但問題就是 你都沒有看漫畫 你只是看那些沒什麼內瑕 沒什麼靈魂的Marvel電影 然後你會成為他的粉絲 我就真的想不通 你沒有問的嗎 幫你訂了Facebook 你去看那個人 那為什麼要看Marvel 不知道 不知道 我也有問過 我認識有些人 有些人就說 人看我就看 那麼多人看,不看就沒有話題 這些就是PVB心理 像是這個 人家跟你說劇情 如果不知道 你真的答不到罪 有一點是這樣 但問題就是 為什麼會搞到一個傳聞的現象 例如《古惑仔》我明白 當年《古惑仔》我明白 當年《古惑仔》也是這樣 就是陳皓嵐 好像《何歲片》一樣 連年都有一集新 《古惑仔》第一至第四 我會看 因為問題就是 我都當了真情地看 每天就看陳皓嵐搞什麼 心裡有些判決死 但這件事跟我們香港很貼近 就是《古惑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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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Marvel是與我們無關的 為什麼很多香港人 就是你完全對Marvel沒有感 你會成為了Marvel黨 就是我完全理解不了 接著我就會說 有很多人跟我說 你懂得看電影什麼什麼 但是你又會去追Marvel 我只可以說什麼 就是《鱷魚》 我還記得她說 她說什麼 她說誰吃雞煲就死全家 我看Marvel Marvel就是電影界的雞煲 人人都說吃雞煲好吃 我這樣又不是很差 你這個雞煲吃極就是冰鮮 難道她給你鮮鮮嗎 還有她找那些麻辣 那些雞煲 就是因為雞煲不行 好雞煲 怎麼用來做雞煲 現在Marvel就是這樣 她為什麼要加這麼多疾忌 就是因為劇本不可以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復頭者聯盟》第二集 嘩 劇情真是爛 打鬥也亂 我根本就看不到你做什麼 這套東西是Marvel的十大票房之後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差 我也不要說DZ 我只是說Marvel DZ有很多重垃圾 看過Baman vs Superman 那些真是不拿碟 那些自殺特工隊那些 但是你拍了那麼多集 你們不厭嗎 就是Iron Man 我從第一看到第三集 我應該是很厭 雖然你又不能說我不看 我看完 我近乎看完 這個雷神 我看了三集 我看了第三集 我看了第三集 就覺得是第三集 比第一和第二集好看 但是怎樣 又是這樣 就是沒有一些所謂 就是你最多看什麼 就是我看他怎樣花錢 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不是在錄幕拍攝 跟我一樣的 我們也在錄幕拍攝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他那些特別厲害呢 他不是又是把這些錄影回上去 他不是又是把這些錄影回上去 叫我下次叫我 就是我們在錄影 你是不是錄影回來 復仇者聯盟那些片段在後面 我們就一樣在那裡 我們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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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差別的分別 就是完全不明白 就是當然 這樣說肯定得罪很多人 沒錯 但我不要緊 這個問題就是 我已經康復正義 這個正義就是 你看電影 你要看有質素的電影 我原本就不可以看POP vakang Movie 我也有看的 但是需要到6點去餐廳 4月24日 6點在開場 對 6點 然後看到9點就要請半日假 你才可以回到公司 瘋了 然後還要買這張6點去餐廳 由於是要早兩個星期 或有一晚 我記得 全香港的戲院 全部都是爬了 是10點開始排隊 12點才可以買 那些人不斷上網點 上網購買就沒用了,全部都一定要購買 然後我的朋友就要邀請我,他說,喂,發財了,因為我那時候住在大角咀 他說,喂,奧凱城那裡,現在只有三關在排名 我心裡是不是瘋了一十點鐘 他說,喂,全香港所有戲院都排長龍 只有奧凱城只有幾關排,你只想在這裡等兩個小時 你就可以在4月24日的六點鐘看到頭場了 六點鐘 我真的心裡想,你是不是瘋了 不是早上,不是下午,不是黃昏六點 我真的完全是不能理解 但身邊有些人會跟你說,你沒看到嗎?你不是吧 不看就不看,我是這麼怕的 那我TVV也沒看太久了 每個人都說愛回家,我都不回答 我是沒看愛回家,那怎麼辦呢? 但愛回家是不用錢的 有很多人都會有一個藉口說,媽媽給我看,沒辦法吃飯 那你復仇真療不是要給錢看的 你還要去排隊 你還要去排隊,你幹嘛搶東西 這個世界絕對有很多被復仇者聯盤好看的東西 為什麼你們一定要去看這件事呢? 然後我就找回一個屎題 還有,我經常都覺得蜘蛛俠、Ironman那些 全部都死來死去打來打去 是給什麼看的? 是給獨人看的 超級英雄,就是一些所謂的 nerd 的 entertainment 就是一些獨男或者宅男 為什麼現在變了這麼多女 然後我的朋友都說 前一陣子Marvel有馬拉松 她說是前後出後都是女 是一次過看了十幾個小時Marvel的電影 全部都是女的 她說我在那裡認識了很多女的 我想問她是神經病 這個世界是不是病了? Marvel竟然全部都是由女的去Dominion 當然她說我看帥哥不行嗎? 那我說不行 但是我也是說那句 我也是會去看的 但我一定不會是要訂票去看 就是這樣 好,這次就到這裡 下個星期再說 再見